國際扶輪3450地區在1995年1月拓展到蒙古 蒙古第一個扶輪社在烏蘭巴托成立 直至2021年蒙古有17個扶輪社 以及大約500位社友 沒錯,在服務計劃方面包括大型直樹計劃 應對方募法、建立診所和向醫護人員提供訓練和改善當地醫療服務的質素 為弱勢社群提供身體檢查和癌症篩查服務 以改善他們的生活質素 除此之外,還有很多教育計劃、掌握金、學校改善工程等等 真的很多資多彩 真的不說你不知 沒錯 回到第三節,繼續有主持Carmen、Song和Scarlett 今天兩位嘉賓Jeffrey和Louis 剛才提及到我們接下來會有一個香港的超級馬拉蟲 今年很有特色,超級馬拉蟲 過往今年是第七屆 頭五屆我們就在龍和道 大家看到在天馬公園附近的地方圍封去跑 也有些跑手說,又是重複這個地方 距離可能是兩公里,在圈內重複20多個圈 我們其實從第六屆開始,都想去一些不同的地方 剛剛第六屆,即是上一年 即是2021年度 應該是1920,那時候剛剛疫情發生了 我們那一年真的想不到一些方法去處理 我們那一年就停了 去到2021年,我們就 我想叫做幾先驅呢 我們做了一個線上跑 我們其實都覺得那一年度 我們大家未必有機會在這個地方去跑 但我們其實扶輪在香港有八個主要的景點 因為以往我們的扶輪社其實也有這個捐助 例如我們在山頂的扶輪公園 在嵐龍公園我們也有些雕塑 沙田的新城市廣場裡面也有的 我們就訂立了這些點 給一些我們的跑手去經過 當然要拍照打卡,我們才可以完成到的 至於今年我們會怎樣做 我們就會配合我們的扶輪日 希望我們的選手都會經過 在這兩天裡面經過我們的科學園的位置 還有我們今年也多了一些給我們的扶清舌 因為他們就很有活力 你叫他們就這樣跑來跑去這個地方 好像有點悶 我們又配合到他們的一些 新的團圓的訓練營 其中一個部分就是把我們這個線上跑 然後就融入了他們的訓練營裡面 他們就會有一個城市的定向 就走勻在不同的地方 由自己去定 目標就是他們八個一組 而累積到超過五十公里 就完成到我們的超級馬拉松的項目 這個也是叫做吸引一些年輕人 因為有很多人都說 線上跑其實自己跑沒有氣氛 但是我們就可以用一些不同的形式去處理 今年我們都再想到一件事 我都希望我們的扶輪社友 不僅是二十九三十號才出來逛逛的 或者跑一下 未必逛逛逛逛逛 我們都跟一個服務機構叫做煽動 他協助我們做了一個平台 給我們所有參加運動的朋友 他們會登記他們當日做的運動能量 最後會做些什麼呢 就會累積了每一隊有多少能量 之後就會轉換成一些食物 而給我們捐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士 所以我會配合到 剛才也說了 我們有的扶輪日 會邀請一些弱勢社群來 可能有二百人 他們來到就可以把我們的食物 做一些福袋給他們 我們都會覺得 整件事就更加有意義了 我們用我們的汗水 換取一些能量 真正的能量 換取一些食物 又可以給一些有需要的人士 農曆新年最好 送一個福袋給他們 這也是我們今年多了一些新的技術 令到我們的服務更多元化 大家又會更有興趣參加 扶輪社真的很重視服務 你剛才提到去年有線上跑 不如跟我們說一下去年的成效是怎樣 我們去年接近有一百二十隊參加 當然我們五十公里 一隊累積五十公里 但有些人不只是挑戰這個數目 我們去年最厲害的是超過四百二十公里 哇 很厲害 團隊加起來 沒錯 去年我們只定一天 今年我們會多一點時間 有四十八小時 不知道會不會有創造更多的成績 但我們在線上跑 都希望令到氣氛也會好 我們都邀請了一些比較精英的運動員 他們通常在山賽、長跑都會參與 我們會編排四小時的時間 希望他們挑戰完食到五十公里 到時他們就會在科學園充線 又可以跟我們扶輪日的參加者一起跟他們打氣 又可以完成一個超級馬拉松的比賽 我也趁這個機會就是簡單回憶一下 上一屆的經歷就是自己的社 一群人都可以參與 頭頭已經覺得這樣也可以 帶個各自走去跑 不只是跑 可以提議說可以跑 可以因應自己的身體作為 可以走 可以去行山 我覺得打卡這件事很重要 在新的過程中 大家在社交媒體不斷發出照片 說現在去到哪裡 我現在在做什麼 那種狀態不單是做善事 做服務 而是好玩 那件事很開心 還有整件事上次跟Jeffrey聊的時候 你都簡單提過就是 其實是可以再擴展的 即不是只是一個地區 可以再發展出去 可否再說多一點 沒錯 其實我們今年澳門社 澳門的扶輪社 我們有好幾個 他們都有報名參加我們線上跑 去那邊去做 我們都有提及 其實你澳門都有扶輪景點 為什麼你都可以去拍照 疫情 我們有些社友 其實他們平常就需要去外地工作 但現在就去了外地 回不來 我聽過有些在加拿大 有些在台灣 有些社長就問 他們不在香港 可不可以參加 我可以 總之就是在那段時間完成 將他們的紀錄 即是路程的距錄 一起記錄 交給我們 就可以完成得到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拓展 不只是本地的朋友 我們都在想 如果我們更加成功的話 其實就可以把這個模式 推薦給其他地區的扶輪 即不只是我們3450地區 我相信有很多地區 看到有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大家都可以在不同地區去籌辦 聽起來的可能性都很高 因為都超越了一個時區限制 基本上我們在48小時裏面做就行了 亦都打破了地域限制 看似疫情好像有些挑戰 反而激發了你們這麼多創意新點子 現在無論是你是不是在香港 你不在香港也行 或者你那天不空都行 48小時內做到就可以了 是啊 你的心連心很重要 已經跨越了 無分地域了 其中有一個點 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 不要因為現在那種現實情況 而區限了我們怎樣去供應自己的生命 或者服務不同的人 其實我們有很多創意 很多方法可以做 用不同的方式 對 刺激大家的思維 我想問一下 Jeffrey為什麼會嘗試用跑步 你要幫忙做跑步來做服務 做籌款 你過往有這樣的經歷 你看你也跑開步 今天也很運氣 你有沒有下場 Jacky 頭三、四屆其實我有下場 但之後我覺得除了參與之外 其實開始籌辦都有一個學習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個建築擦糧師 剛才也有提過 我主要的工作其實還有一些工程管理有關 其實在很早期我負責很多的超級馬拉松籌辦 很多時候都跟一些關於工程 可能封路 怎樣去整個空間規劃 接力的區是怎樣的 其實是很多我都可以由我的專業去帶出來 但是當然我們去籌辦不是只有一個專業 所以扶輪社或者扶輪是舉好 就是我們認識到很多不同的專業在 過往我們有醫生的朋友支持我們 我們又可以認識到不同的服務機構 我們又有金融界的Lewis 哎呦 今次不夠錢 那怎麼辦呢 他們又有很多 知道原來有很多機構 或者外面的公司 其實對我們的活動 覺得很有意義都想支持 所以我們扶輪就多了一個機會 給我們去服務 還有我們更加見識得多 平常工作可能你見來見去 都是我的承辦商或者客方的要求 但是今次的活動裡面 就會看到不同的專業可以怎樣發揮 怎樣去做好不同的項目 會不會除了我們服務 看到服務的重要 我們個人的銀力 可能從這個活動當中 亦都令我們有一種銀力 怎樣堅持這件事 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這個爆發力也很重要 我自己其實也有跑開步 所以其實最重要是 搞服務自己也喜歡 都很開心 有時候我都會邀請了不同的朋友 一起 剛才說到訓練 我們過往其實我自己也是在文安隊有服務 我裡面有個文安隊的場跑會 我都是負責裡面的召集人 我們以往其實訓練 不只是我們自己的隊員 很多時候我們會找一些服務的團體 我們之前就和一些龍人的跑手一起做訓練 我們就在庫山道運動場 大家一起去練習和訓練 最開心的就是有一年 我們就參加了一些 就是我們的扶輪超級馬拉松 其實我們不只是參加一些賽事的 有很多的 不過扶輪超級馬拉松更加開心就是 因為它看到原來他們的訓練 看著他們一路去成長 去到我們馬拉松的時候 拿到獎 我們很開心 雖然他們是龍 但是不代表他們在體力方面是不行的 但是因為這件事受制於他的社交圈子 就比較少了 所以我們平常去跑步 去運動 一起去練習 他的鬥志很強 和我們很友善 大家一看到我們 因為我們超級馬拉松在龍和道之前是接力的 雖然他們是龍岳人士 但是他們都很雀躍去支持我們去完成 所以這個感受是很大 希望透過不同的活動 跑步都可以令到一些弱勢社群來參與 希望他的社交圈子又可以 和我們正常一起 有共融的意識去帶給他們 更多不同的背景的人 可以有更大的聯繫 沒錯 坦白說 其實兩位都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其實你們都是在業界都是超級大謀人 都是超級大謀人 只是看你們做的公職列列 基本上沒有辦法 可以在三分鐘內說完 可能說五分鐘也沒說完 只是那些位置 是什麼令到你們有這個初心 走出這一步要做這些工作 我自己就除了自己有專業 其實都希望可以做一些服務 是直接受惠的人 很多時候你做一些 可能在外面的委員會 可能是一些的諮詢方面 等於是專業的知識 但是你怎樣可以親親正正 落手去服務他們呢 這些就要靠這些服務才做到 那扶輪就有一個機會 就是除了我們去搞之外 其實我們有時候 我們自己可能有一點點空遠的金錢 我們捐了出來 其實就可以將這些錢 可以用我們的專業的方法 去帶給服務的受眾 所以這個整個令到我吸引 在扶輪的就是這樣 我不是只捐錢 我不是就這樣參與一個活動 完就算了 你是給了錢之後 自己要親力親為做 看到一個成效 那這個就是我最想得到的 Louis應該也有同樣的感受 其實負輪我覺得有一點好 其實個個都是大忙人 但為什麼會出來做呢 因為雜小成多 如果每個星期 拿兩個小時出來做服務 十個人就有二十個小時 一百個人就有二百個小時 其實影響可以很大 還有我這樣聽 除了你們說自己落手落腳做之餘 最特別的是 扶輪可以聚集到一班專業人士 剛才我這樣聽 只是一個馬拉松 原來風怒 原來又要這麼專業 然後又說到 如果錢不夠的話 這方面又有一個專才 可以幫到手專業 講到我們落手落腳 其實很多時候 做不同的服務的時候 我們都不停提醒自己 怎樣形容我們 people of action 我們基本上是一班 就是以行動的人 可能跟其他服務有些不同 有些可能說 我捐錢就OK了 我們會覺得不甘心 要走多一兩步 自己落手落腳 一定要行動 一定要做 這件事 很多時候我們會看到 很多的社友 就是有一份心在 我們下一節回來 又聽多些他們的故事 在整個行動過程 有什麼挑戰 還有什麼開心的故事